福哥 福哥給我的第一印象是一個外表非常粗獷 非常海派的人 福哥在真實生活當中 他也的確是一個非常有道義 非常顧朋友 非常照顧自己人的好人 福哥在生活上非常精實的管理 但是也不失去福哥是一個有溫度 帶人包容又溫暖的人 福哥在生活上有一些小事讓我覺得很感動 其實有一件讓我覺得最印象深刻的就是 師母要準備生老二的時候 福哥把之前師母用過的嬰兒推車啊 甚至是吸乳器啊 福哥都把它一一拿出來清潔上游 把零件拆卸 然後在保養後再把它組裝回去 我覺得光這麼細心的事情 他想到了 而且還拿出來做了 然後把它完成 這樣的去照顧師母 去安頓家庭 我覺得這一點真的非常難得 以他們的職業講師生活的緊湊跟高壓狀態 福哥這樣的管理生活 這樣的去維持家庭的溫度 去照顧家人的生活 讓我非常非常感動 很期待福哥這本書 這本書不會是冰冷的工具書 它是一個用心經營與管理生活的好書 很期待 恭喜福哥 我認識福哥呢 是一個非常認真的人 然後他在多面向呢 都可以表現得非常棒 那因為他有非常豐富的人生經驗 所以在這個書裡面呢 我相信也會帶給大家很豐富的經驗 那從福哥的書呢 我看到就是應用他書上提的東西 應用在我的生活中 然後可以提升非常大的幫助 哈囉福哥 我是一名國小教師 那其實之前看了你的書 教學的技術之後 那我實際應用到班上的課堂當中 那我的教學產生了很大的變化 那後來再看了線上課程 還有今天上的實體課程 其實讓我有很大很大的震撼 那這樣整個課程下來 讓我從一個不只是好老師 可以讓我變成一個更好的老師 那其實我也非常期待你接下來的 新書工作與生活的技術 我更想知道你是怎麼把 教學技術方面 哪些技術層面可以應用到生活部分 讓我不僅可以生活 而且可以好好的生活 讓我非常期待你的新書 福哥是我在教學15年來 一個非常喜愛的偶像 他不但是我對教育界的一個楷模人物 他私底下的生活也非常精彩 他不但有潛水的執照 還有鐵人的極限運動 還曾經做過非常多很瘋狂很厲害的事情 雖然他不講 但是我們從他的生活 還有他以身作則的裡面 看得出來他對自己的生活是很堅持的 因為堅持所以專業 我們要活得更有深度 讓我們的課程跟我們的人生一樣 同樣精彩同樣被人喜愛 我認識的福哥其實有三星 那在2014年的時候 我曾經邀請福哥到澎湖來做工作坊 那他很認真的回覆了每一封E-mail 那就算他本人不能親自到這裡 那他還是想幫我寫 幫我找其他的講師 我覺得他非常有用心 那他不只用心在他的工作上 那他也用心在他的家人上 常常在Facebook看到他跟家人的互動 非常親密 而且投入非常多的心思在家人上 而且每一天一定要回到家裡 那在三年前的時候 我在台大簡報裡課程跟福哥相遇 那福哥跟我說 我們一定可以在某一天在課堂當中再度遇到 我覺得說福哥的第二個心是交心 他用心交心跟每一個朋友相聚 我非常感動 那最後一個心是 同心 那我覺得說福哥呢 他面對每一個人 面對工作夥伴 面對家人 都用他的同理心 在跟每一個人相處 今天遇到福哥 福哥還記得我 是在三年前台大簡報裡課程 曾經有遇過一起拍照 那也說我們終於相聚了 那他其實就是跟我們同在 而他同時也是跟他的家人同在 所以對於福哥我覺得說 他是一個非常內外一致的人 那他就是做一個他想要成為的人 不管是在家庭或是在工作 這也是他對我影響很大的地方 謝謝 我覺得福哥在講台上 和生活中做事情的態度非常一致 他不管做任何事情 一定會定立明確可評估的目標 而要達到這樣的目標 就要設計非常精確的教學流程 那這樣的流程呢 讓門外漢都可以學到正確的觀念 讓覺得自己很懂的人 也可以發現盲點 真的很值得我們學習